好 花蓮縣府的青年發展中心 日前在花蓮文創園區舉辦 2022花蓮STARTUP創業市集新創團隊的成果展 經過一年的努力 花蓮縣府青年發展中心 邀集七組亮點團隊 以簡報展現創業實力 22日在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舉辦2022花蓮STARTUP創業市集新創團隊成果展 向評審與投資人尋求投資合作與商務媒合的機會 也期望團隊能與外部產生創業火花 在創業初期可以靈活調整並打向知名度 在這裡我們有這麼多的青創團隊 有一些是進駐在花蓮的我們青創基地 像我們的住住人也是 很多都是創在花蓮的青創基地 這三年多來其實青創基地截跌撞撞 我們也不斷的在摸索 如何把自己站穩腳步 如何跟我們的青年一起共同來討論 如何走對方向 創業市集涵蓋教育部落藝術餐飲 有機農業等團隊參與攝攤 透過幾點闖關活動與民眾互動 增加新創團隊的曝光 也將自己創業想法及產品 向民眾面對面展現故事與成果 提供新創團隊分享交流的平台 此番在花蓮人口逐漸流失的情況下 跨於交流為花蓮注入更多返鄉創新創業能量 記者蔣方燕許麗芹花蓮市報導